国民党在这个月29号即将召开全代会 而现在的国民党正陷在马王风暴当中 在这段时间以及到时候的全代会 又会出现哪些震撼政坛的发展呢 今天兵器台时间 我们邀请到联合晚报政治记者李光仪 来我们分析 光仪你好 主播啊各位观众大家好 光仪这次马王的政争 可以说是非常的激烈 也非常的持久一段时间了 我们先从国民党内部来看好了 其实29号是全代会 国民党已经定调 不会让王金平去参加 可是到时候全代会 能够正常的举行吗 还是说会可能变成是一个 挺王反马或是挺马反王 或任何一个状况 或者说有可能变成一个 政治斗争的场所 其实我们跑过几次全代会 国民党的全代会 在民党执政的时候 大概就是说 全代会是比较有看头的 大概就是会有很多的那种 骂民进党的那种声音什么之类的 但是到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全代会其实就越来越像 那种政治大拜拜 其实我们政治记者都蛮尴尬 就是到底要不要去 因为去了其实也没有什么梗可以写 然后但不去的话 又感觉那么多人去了 大家都去了 然后到底要怎么样 但是显然这种情况 今年不会发生 因为全代会在举行之前 他其实就已经很精彩 在这一次的事情之前 其实就有一些 不一样的风声传出来 比如说之前就有传出来说 是不是有五六七联盟的人 要提案说什么 要让党主席 将来就是说总统 总统兼党主席这样子 他等于说就是要卡 那个总统的一个 就是说党主席的任期 你不可能说让马以后 还要继续当党主席 然后另外的话 还有人要提案说什么 让马英九就是 必须要为2014的总统 七合一选举来负责 对 就是说这个 这个其实在在都是说 他其实就是针对 冲着马来的 就是说这些动作 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 然后今天又发生了说 这个王金平这个事 而且王金平之前写这篇报道 有讲说王金平是他们推的 就是说反马共主 就是将来讲说马下台的话 可能推他当主席 虽然说这篇报道的 那个真实性有待考证 但是说 但是这种情况 毕竟就是说让全代会 他就变成说一个 好像是角力的一个战场 至于说我觉得他 现在来看说全代会 他到底会不会说 变成一个真正 国民党内内 真正的一个战场 我觉得有几个指标 第一个就是说 大佬的态度很重要 就是说全代会 照以往的惯例 其实都是说会起一个大佬来演讲 那是荣誉主席 对就荣誉主席 就是说之前可能 吴伯雄跟连战 都曾经获邀去演讲过 那其实这两个人 其实这一次都有被点名说 是不是有反马的倾向这样子 虽然然后 但是他们两个人上去 会不会有一些爆炸性的 丢出来一些议题 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看 就是说虽然连战可能是 炮火比较猛烈的一个 假如说他真的 他之前就已经表态了 他假如说真的讲的话 是不是真的炮火比较猛烈 但是假如是吴伯雄讲的话 吴伯雄他是很容易 眠离藏睁的人 就是说在他的讲稿里面 可能藏了一些什么东西来 我觉得这个将来 就可能是大家一个关注的焦点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有没有零星的 就是说所谓的党代表 我们现在看到一些 什么联系的党代表 或是替方派系的一些党代表 什么之类的 他们会放炮 或是说他们有一些 炮轰党中央这样的情况 因为我们知道说 国民党的那个中常会 那个全代会基本上是开放的 所以到时候他们炮轰党中央 这个画面可能就会赤裸裸在 大家的面前出现 而且我觉得重点是 就是说以前全代会的时候 那个主持一事的人 基本上都会把这些 炮轰的场景 基本上就是戳掉 或者是说一些提案什么 尽量能戳了尽量戳掉 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变成这样子了 主持一事的主席团的人 还愿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也很难说 是不是他们心里面 可能也真的是有所属 然后就放任这些人发言 我觉得这个也 就是党中央能不能hold得住 我觉得这是第二个观察指标 我觉得第三个比较重要的是说 到底有没有那种 就是刚刚主播有讲的 就是说有没有那种大规模的势力 会在这当中集结 就是说借由全代会这次 可能就是说集体的发难 提出了一些重大的提案 或是什么之内 我们现在私下了解是说 他们之前有提案 想要提案的人 目前是打退堂鼓 但我们知道说 实者须之 实者实之 其实不到最后 其实我们不知道 就是说因为其实 我觉得现在国民党气氛其实很诡异的 我觉得很 最近有一个镜头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王金平 去王金平家里面 去跟他安慰 刀贺的这个镜头 就是说一大堆的民进党的地方 民代或城局什么 在前面跟他讲话 然后国民党其实就是在后面 跑到后面去跟他讲 就是说 其实这某种程度上面来说 反映了国民党现在的现状 就是国民党现在其实 就算是有挺王的声音 但是其实大部分的人 他们还是观望 其实你看我们这几天 在赌立委什么东西之类的时候 立委可能私底下很多人有意见 但愿意跳出来讲的还是谁 还是罗书雷 罗书雷其实就是一个大炮 创创新来 对 什么都敢讲 对 他其实就是一个大炮 然后就是说 他其实不能够代表 国民党主流意见 但我不代表认为说 他就是完全不能代表意见 但是 反问他代表性 其实是有问题的 但是这时候 但是其他的国民党立委 其实他们大部分是不愿意讲话的 那这些不愿意讲话的立委 显然他们并不是说 我一定就是支持谁或不支持谁 其实大部分来说 我觉得是观望 因为接下来的话 我觉得还有一连串 很多我们必须要去看的一些 政治的动作 不管台面上台面下的 就是说包括明年的选举 或是院长的选举 副院长的选举 王金平到底能不能保住他的位置 其实这些新闻都不断的在流动 然后这些新闻的流动 当然也会影响说 这些立委他们要怎么样做判断 说他们下一步要怎么走 他们没有必要这么早的表态 事实上现在距离 全代会大概也还有两个礼拜的时间 两个礼拜可以发生非常多的事情 包括就是说 这个王金平的官司 到底接下来怎么样 可能这两个礼拜里面 会不会有最后的决定 其实也很难说 所以说 我觉得我们可以在下一步 再来看说 到底会怎么样 先来观察一下 就跟这些立委是一样的 谢谢大家